好了,回來了 現在來到這裡就要說一說 美國派了兩艘軍艦 去台海做一個自由航行任務 美國就很失望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為什麼美國很失望呢? 美國就說 我已經升級了 以前我通常都是派一艘軍艦做的 現在我派了兩艘軍艦通過台灣海峽 已經升級了 為什麼中國沒有升級應對呢? 因為今早我們也有說到 解放軍東部戰區已經說了 已經準備好了 如果有人入侵就可以打查他 大致上是這樣 具體的字眼就不會是我所說的字眼了 但是 國家的回應其實也很溫和的 美國人當然很失望 美國的海軍 至少四年 都沒試過派兩艘巡洋艦通過海峽的 台灣海峽 通常都是一艘巡洋艦 現在這個訊號用兩艘 是大訊號來的 我們已經升級了 哈哈哈哈哈哈 巴莫說解放軍艦在美國也有味 其實之前也試過兩艘巡洋艦 但是近四年當然是一艘巡洋艦 過境根本沒什麼奇怪 整天都是這樣的 但是美國方面 有些分析師說 為什麼反應這麼少 只是高度戒備 準備挫敗挑釁行為 這麼小事 還有環球時報也出了一篇文 兩艘巡洋艦對中國的安全沒有構成實質的威脅 哈哈哈哈 現在美國人就覺得 哇 怎麼搞的 佩洛西就有這麼大的反應 我拜兩艘戰艦你就沒有反應 當然 其實之前也試過 有其他情況出現 其實7月的時候 有驅逐艦通過了台灣這個海峽 當然 當時解放軍東部戰區發言人說 美國是台海和平穩定的破壞者 這個我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事實上都是 他們都是破壞台海和平穩定的 當然 這個月較早之前 中國駐華盛頓大使秦剛 也呼籲了美國不要搞這樣的船艦 即是通過台海 因為這樣就會加劇了緊張的局勢 並且會助長了台獨分裂勢力 當時秦剛就說 如果有任何損害中國領土完整和主權的舉動 中國就會作出回應 現在有些人分析 就說 嘩 為什麼現在宿泰之前都說 喂 這樣不行 現在為什麼只說 挫敗任何挑釁行為 其實我的看法 其實這次 東部戰區說 準備好挫敗任何挑釁行為 其實我認為這幾個字 其實裡面有一個內涵 就是預備了 如果你開第一炮 我就打炒你 現在已經說到這樣了 所以如果你說美國人 為什麼會覺得 反應很少呢 我是不明白的 因為之前 其實已經說了很多事情 叫你不要這樣做 現在知道你是不是都這樣做 現在佩洛西又訪了台灣 然後還有其他事情 你都照著這樣做 國家也做了軍事演習 好了 如果你再派這些船艦來 如果你不知道為什麼 比如說開了炮 向中國的船隻開炮 中國已經說明了 就是要挫敗任何挑釁行為 當然 美國方面 當然他們當然要分析一下 究竟 為什麼中國反應弱了這麼多 現在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西方很分析 都是自己騙自己的 自欺欺人 第一樣是他們的說法 現在先聽他們的說法 北京可能對國際輿論的反彈 保持一個警惕 因為你限制美國海軍 通過台灣海峽航行的企圖 就可能被視為 威脅其他國家的船隻 通過航道的權利 軍艦和其他船隻分得很開 如果是雙船的話 通過了就可以通過 其實就是 現在是軍艦 現在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當然 現在有一種分析 美國方面說的 佩洛西訪問了台灣之後 北京暫停了和華盛頓的軍事通訊渠道 其實就會增加了解放軍海軍 和美國海軍互動的過程中 出現誤會的風險 這個是會的 但是坦白說 如果你不是把船隻炮過來 也很難誤會 對吧 第三點 這是美國方面的分析 華盛頓和北京 有其他領域 是要合作的 中國不想在這些領域施加壓力 實際情況就是 國家有些事情 都真的要和美國合作 美國有些事情 也真的要和國家合作 尤其是美國如果要處理他們的通脹問題 其實是一定要和中國合作的 你不和中國合作 根本一定處理不了 還有就是 另外 在金融上面 現在有很多中概股在美國上市 其實對美國和對中國好的事情 就是 大家找到一個妥協的方法 一個妥協的方案去處理大家的分歧 以及大家要好好地管控在不同領域的分歧 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都變成 是意識形態的對抗 有些人很喜歡意識形態對抗 又說要和美國人說一仗 其實 沒有必要的 有很多事情 如果你真的相信國家有制度優勢的話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 你不需要 即是 打一仗 因為如果有制度優勢的話 全方位 遲早會領先美國 遲早也是 當然 如果將這件事 再挑起衝突 加劇緊張的局勢 對於雙方 其實都是極度不利 當然現在美國方面 中國不想升級 其實中國一向都不想台海不和平 中國一直都想台海和平 一直都不想台獨 其實那條底線是 對嗎 那 當然 你說要不要搞統一的事情 當然要 那就要商討 有些人就說 現在沒有了 現在人們自然獨 那我就不相信這件事 也多謝James Huey你的支持 另外 當然 美國 他也找了一些前 情報中心的主任出來 就說 有另外一個可能性 那麼 他認為 就是 習主席 會避免採取任何可能 增加共和黨 和其他對華鷹派 在即將舉行的 中期選舉獲勝的機會 這個就是 他們說的 就是美國分析說的 他就說 習主席不希望 眾議院和參議院 可能制定更加強烈支持台灣的法案 或者限制中國在美國的投資和影響力 這個就是 卡爾蘇斯特說的 卡爾蘇斯特 他說的 不過是不是 當然是他的分析 這個是 美國太平洋司令部 夏威夷聯合情報中心 前行動主任說的 當然 就是 現在 在海峽那裡走 就用了兩隻巡洋艦 那麼 究竟是不是一個聲明呢 對於美國來說 那麼 這個 蘇斯特 他就說 這個是一個合理的軍事計劃 應該是 那麼 他的看法就是這樣的 對於中國的威脅 還有 最近中國 就向國際水域 射了導彈 那麼 讓兩隻軍艦 一起通過這些水域 其實應該是謹慎一些的 那麼 預計 美國海軍 就會照常 定期地通過台灣海峽 這是他的說法 我認為他們也會這樣做的 那麼 根據 國際法 這個是 美國的說法 台灣海峽就是一個國際水域 那麼 對他的地位 沒有官方爭議 那麼 美國海軍 即是 過境部隊 過了之後 他當然會發表一個聲明 那麼 那麼 這個地方 其實不是國際水域 當然 不是沒有爭議 就是說 台灣海峽 是不是國際水域 這件事 真是很坦白說 西方的看法 和中國的看法 當然是不一樣 但是 現在未到一個地步 就要大家攤牌 現在 很多事情 都要忍一忍的了 那麼 也多謝周蕭你的支持 那麼 當然 現在看到的情況 就是這樣做 我覺得 美國 都 都是沒有辦法的 他們 他們 也要討好對華強硬的人 這些事情 他們會照做 無論總統是誰 或者 那個國會 那個 大哥是誰 或者大姐是誰 他們都會做這些事情 例如去台灣地區 訪問 議長去一去 是一定會這樣的 是 無可避免的事情 其他地方的人 會不會這樣做 那麼 要看看那個地方 和中國的關係 好不好 那麼 有些死跟美國的地方 當然是會 跟美國這個例子去做 一定會是這樣的 好了 那麼 講到這裡 其實都差不多了 來到這裡 就休息一會 回來 我們再講一下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把分別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